王博事件引发的中共高层内斗不断发酵 在香港的一个论坛上 有学者认为 事件彻底暴露出中共政法委 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走向民主和进步的绊脚石 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表示 今年两会的维稳费再次超过军费 达到惊人的7000亿元人民币 这笔费用大部分都用在政法委动用公安 武警等维稳机器上 已经成为严重阻碍中国走向民主和进步的绊脚石 因为中国还是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警察国家 就是非常不容易 这个所谓的警察国家的维稳机 正正就是维稳到处 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远于受到恐惧的事件 而这个造成现在的房戒 那就是远于这些稍微的 就算是比公安或没有人 都会受到危险的 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 中共对大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加上腐败的政治体制 对民众剥削令民怨不断加重 也让政法委做大 新台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